铁路局在新竹的内湾之线今天中午发生了柴油车跟货运列车相撞的一场意外 柴油车出轨翻覆造成了14名乘客的轻重伤 今天中午12点45分 台湾铁路局新竹内湾之线 竹东站内停靠的一页 共有十节车厢满载台湾水泥公司放食原料的货运列车 突然后退滑下斜坡大约有1000公尺 然后在竹林大桥附近 刚好碰上中午12点21分由新竹开往独东内湾的第3149 只有一节车厢的柴油客车 柴油客车因为刹车不及被后退滑行的货运列车撞上 并且倒退了200多公尺之后出轨翻覆 柴油车司机江烟明以及车上的13名乘客 各受到轻重伤 经送独东国民综合医院急救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而造势的货运列车也有四节车厢出轨新鞋 这起意外车祸发生的原因很可能是货运列车 刹车失灵引起的 目前正由台湾省铁路局派员会同铁路警察局调查中